小红双看到的啊 小红双在说这个 INTJ人格的建筑师人格的这种女生 是最容易遭遇排挤孤立的人格特质 因为什么呢 确实也在反省自己的这个性格缺陷在哪 因为这种人格的女性呢 其实是最难被洗脑被操纵的 在任何团体中 都属于尽没办法利用拉拢 而且也难以威逼裹挟的那一种 同时呢 他们没兴趣去拉拢别人 去掌控别人 没兴趣是吧 我为什么要镇压别人 要控制别人呢 我觉得这成熟就都管闲事嘛 而且呢 他们还没兴趣拔尖 非要当领头羊 也不具备拉拢别人的领导能力 属于典型的孤狼特质 这就为什么 就是女的 INTJ在大部分小团体中 都容易遭受险性或者隐性的排挤孤立 甚至很多有吸小人的特质 不管走到哪哪怕只是一个散任小团体 也能吸一排 一朵小人 招小人的特质 你可是呢 缺姐又想我他妈 我又没炫耀是吧 我又没吹牛逼是吧 我又不虚荣 一般缺姐认为呢 就招小人是因为你信用心 你炫耀 你装逼 你撒谎 你给自己啊 编造一个不具备的价值 或者把自己抬高自己的身价 你想滑胖 你想那个敲诈别人 你想占别人便宜 这是容易招小人 可是像缺姐这种 就实事求是的 甚至是稍微的还谦虚一点点的 就是基本上 属于比较家族尾巴做人的 也能招来小人 这个确切不能想到的 而且呢 招来的小人是什么样的特质呢 还不属于说这个INT 他自己有什么问题 是有这种自恋性人格障碍的 是有这种假想敌的 他喜欢把别人当成他的假想敌 就是你根本就没有把他当回事 甚至你都不认识他 你都不知道他是干嘛的 也没做任何事 可是对面 对方啊 其实从一开始 他见你第一眼开始 他就感受到了莫大的威胁 进而单向 他是单向的 他就像单向寺一样的 像跟踪狂一样的 他把你当成了假想敌 一定要上蹿下跳 上赶着跟你斗 这姐还真遇到 这缺姐在这个学校里 真没有 都不认识那个 他是本地的 就是这种本地农村的 男辅导员 缺姐都不认识他 说句说 我都不知道男辅导员都有谁 我看我都没看过一眼 因为跟缺姐 不是一个办公室 缺姐很少去 辅导员的那个办公室去 没什么事儿吗 是吧 不分辅导员都有谁 长的都什么样 缺姐知道都不知道 见都没见过 就这男辅导员 他就莫名的妒忌缺姐 明明是他舔那个 男领导的屁眼 给他了一个 他根本就不应该 去评的那个支撑 可是呢 他却把缺姐当成了假想敌 缺姐真是觉得莫名其妙 所以呢 就INTJ的这种人呢 是很难混入这种 就是大型的体制内的 就混入了 你在这里待着 也不是特别的 如鱼得水吧 就是这种人格的人呢 更适合自己组团队 甚至是自由职业 比如说现在缺姐 在做这个自由媒体 在做这个自媒体 自己做播主 这是缺姐擅长的 因为缺姐就是一个孤狼 孤狼呢 就是特别适合单打独斗 包括以前 缺姐不管是求学期间也好 还是工作期间 缺姐就是单打独斗的那种 就我一个人 我撑起一个小组来 缺姐从来不喜欢个人组队 因为个人组队什么呢 你得 你得是考虑到别人的这种能力 是吧 然后呢 别人他做的这个活呢 还不如你自己一个人全做了呢 是吧 你如果说你全做了的话 你还很容易被别人把这个责任 推卸给你 那缺姐不愿意 缺姐就喜欢一个人做对 所以说只要是让缺姐一个人 单独完成的作业的质量特别高 就没有比缺姐更高的 缺姐没吹啊 是专业第一的那种 这缺姐实是小事的说啊 所以呢 就特别适合这种深入领域内部的去钻研进去 而且这种人呢 他是属于心性是比较有韧性的 能够耐得住漫长的孤独和寂寞 因为我我真的是挺享受 挺享受自己一个人在做点什么事 也扛得住啊 就是失败打击 那你让我失败了 我就会总结自己 我会反省自己吗 不断的复盘自己 我在找自己的毛病 然后我在精进自己 我在改变自己 哪怕是啊 有这个朋友给什么缺姐 什么有效的建议啊 缺姐看就听 哎呀你这个建议对我很有用 我立马就执行 而且呢我还坚持下来 这个缺姐是一个 容易就吸取别人有效建议的这么一个人 缺姐从来不是油缘不尽的 而且缺姐还能辨别什么建议是有价值的 什么建议是没价值的 缺姐能辨别的 而且呢缺姐呢还是比较喜欢啊 就是什么呢 哪怕是你把我打败了 我失败了 我有历经过坎坷啊 我也能够长期的啊 就折服下来 长期的努力 这这这这是缺姐还是一个比较有任性的人啊 就缺姐想自己人格是什么样的 性格缺陷就是不善于 去控制别人 因为我觉得太累 麻烦 但是呢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会把这种人格的 女性当成人生的一大威胁 你说缺姐我都没有 想过要跟男副导员争什么 就是你他妈人讲台都上不了 连课问都讲不了 啊 他居然把副姐当成一个巨大的威胁 啊 因为什么呢 就是平时呢 就是因为到这个平 期末平支撑的时候 或者说期末总结的时候 领导让每个这个老师发言 缺姐平时是不可能说的 既然你让我发言 那我就发吧 是吧 然后呢 就会看你呢 平时是这种笨嘴着舍的 突然呢 你能言善当 你维护自己的利益 你再说 我这一学习 我干了干什么了 那是你说工作成绩 我是干了这么多活吗 是吧 你不能说让我自己不说吗 哎 领导就很奇怪 哎 你为什么平时就看起来 就喵喵巴巴的 傻了吧唧的 嘴巴特别笨 是吧 为什么这个时候 真功耗的时候 你反倒嘴巴还挺能说的 所以呢 就是这种自恋型人格的爱 什么是自恋型人格的爱 就喜欢林和伯爷 就是他喜欢 喜欢要不就你吃掉他 要不就他就吃掉你 就这种傻逼 他最厌慕的就是 INTJ了 因为什么呢 INTJ这种人的内心 是非常冷酷的 是非常冷静的 情绪非常稳定 就哪怕受到了 什么挫折 打击啊 他不在乎 就说我 你给我什么难题 我给你解开就行了 是吧 然后呢 同时呢 感情上又比较冷血 这个缺姐承认啊 缺姐从来不是按感情来用 这个感情重视 什么又感性的 这个感性的取代理性 确实没有这个东西 而且呢 还喜欢不按常理出牌 而且呢 还比较拎的轻 就是你下了什么火 你装了什么逼 你吹了什么牛 你这是演了什么戏 我当场我就明白 我只是不说 我也不表现 可能那眼神中藏不住 但是呢 缺姐还在尽力的装成一个傻逼 缺姐就很努力的在装成一个傻逼了 装成我看不懂别人演戏的样子 但是呢 这种人呢 是容易被小人发觉的 你在装傻 所以呢 从情感领域上来说 从利益领域 还是其他领域 就很难拿捏他们 因为缺姐确实没那么好拿捏 因为我最不服的 就是这种控制型的人格了 你说 缺姐也不想衣服谁 也不想说 就自己打不过就加入吗 对吧 就打不过就打不过吗 我缺姐就这么想 打不过就打不过 我没必要加入你们 加入你们很累吗 对吧 所以呢 就只能成为敌人了 就零和卑 就是你不跟他成为他的狗腿子 他就把你成为 就变成他的敌人 所以呢 这就 这就是 人格 他活的会比一般人要难度要高很多 因为要很多小人 缺姐就一直在想 如果怎么样才能不招小人 收敛分忙没有用 因为小人他能辨别你身上的那种 就是清醒的那种特质 他知道你内心里知道他在演戏 他还知道你在装啥 他还知道你在装糊涂 这个东西你也骗不了别人 这不要都像那个什么黄野鸡 葱菇那种葱花那种 他看不出你在装啥 他真觉得他们的演技骗过缺陷了 他们很深信 但是呢 稍微比他们都有段位高一些的 这种小人呢 是能够辨别 缺姐内心里的真实想法的 这就很难嘛 而且呢 吃这个资源 这就好像很酷 但是呢 就是屏蔽小人能力 这个叫什么恶灵 退善的这种能力 还是欠缺 避水就什么 就有个什么 有个避水神珠是吧 这缺姐经常看小时候看那个什么西游记啊 有什么吞下避水神珠 让这些恶灵褪散 我真的觉得 就是缺姐一直在想 怎么样才能这个 避开小人呢 怎么样才能不招小人呢 怎么样才能让自己在这一路上走得更顺呢 缺姐一直在想 那缺姐最适合的这个领域呢 就是不要和人打交道 就是自己单独的 做一件事 深入进去 一直在做 还有一定的韧性 缺姐就是 很少说轻易的就彻底的放弃一件事 还是能够做到一点成绩的 毕竟是两个学霸生出来的孩子嘛 对吧 学霸的孩子 其实学霸没有什么智商高不高的 低不低的 就是情绪稳定 是吧 然后两个学霸 缺姐把两个学霸 情绪稳定的那一部分 或者说抗击 负面情绪 镇压负面情绪的能力 比一般人强一点 其实就这样 这样你才能够 就是你不会被周围人影响 那缺姐的这种动感力挺强的 就是你跟我说什么 我知道你的恶意 我不在乎你的恶意 你看葱花也是总是跟确姐这甲香呆棒的含上摄影的 她还觉得自己很聪明 但是你那点三脚猫的功夫在我这里 我就觉得你很可笑 很幼稚很滑稽 包括黄远记也是 这就是内心里的暗小 看她就是就看漂亮小丑一样 这种呢 就是你攻击我 对我来说没什么用 因为我真的没有被你伤害的 只是存在 就是我要不要演戏 这个这个这个这件事 我要不要表现出一点凶凶 就说句话 你很难伤得到我 除非你年纪比我大 然后呢 你比我牛逼 确姐只服比自己牛逼的人 你不比我牛逼 你岁数没我大 你都上不到我 那确姐随着自己年纪越来越大吗 所能接触的都是比 大多数都是比确姐年轻的 很少能遇到比确姐年纪大的 比确姐年纪大的可能呢 就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他们闻到了确姐身上 比较难以控制的那部分 不那么蠢的那部分 就不容易被洗脑被PUA的那部分 很难控制的 所以呢 年纪比确姐大的人呢 很难不想带确姐玩 比确姐小的呢 确姐呢 只能是降为来这个 降低自己的这种 不要显得自己好为人士 是吧 一定要把自己的那种 一针见血的 就是好为人士的那个 讨人样的那个傻逼的 那个个性要按住 你不要轻易的给别人建议 那确姐一定要 要按住这个 那我就跟这个比自己年轻的人 交往起来就觉得有点累 因为什么呢 我一下就看到你的问题在哪 你让我不说 我就不知道我该说什么了 这这这这这 确姐呢 也不从内心里来说 也不像是很多传统的女人那样 就是有那些什么传统的 什么伦理道德观呢 什么观念呢 什么的 什么儿女情堂啊 什么母性啊 什么这个性那个性的 确姐都没有 确姐内心里就是一个 无性别色彩的机器人 说几句话内心里是这样的 所以呢 确姐呢 在想 这这种人格的特质 其实这种性格确切 是很难在这个人群中啊 获得 自己的 就保护自己的 就足够保护自己的 这种金钟钻铁包 铁布山是吧 所以呢 确姐在想怎么样 你说这种 这种人格 比较招小人的人格 容易被人孤立的 被人打击的 被人一眼识别 你是一个 这种刺头的 就是有很多 比确姐年纪大的人 在确姐年轻的时候 跟确姐公事的时候 你说确姐没说什么 没干什么 他就说你是个刺头 所以确姐在想 是不是一定要学会 少说话 少说话啊 就少说话 那你看确姐 一个老先生 跟确姐说 那我就少说话 是吧 你看少说话 这就是很重要的 一个建议啊 第二个 不要掺和别人的事 不要关注 他人的生活 哪怕是你父母 都不要拯救 把所有的时间精力 用来专注自己 提升自己 第三呢 是以自己为主体 倾听自己的声音 你要对自己是足够的重视 你不要管别人 第四呢 是别把自己当回事 要把自己做的事当回事 你本人是个什么 什么人不重要 关键的是你这事 有没有办好 第五 任何关系都要循序见见 不要一上来 就把自己交代的干干净净 这不是真诚 而是傻 也不要随便的安慰别人 不然你的安慰就变成伤害 是确姐有点这个嘴快 别人的跟确姐就提了一嘴 是吧 我就想 那你这问题应该大概率是出在 什么什么 然后确姐就嘴快 结果呢 那个人的建议就好像是 你在看不起人家 第六呢 是 你要把这种什么娱乐软件 什么垃圾软件 不要在这个 这个精力耗费在这上面 要专注 第七 不要期待别人对你好 就是你对别人付出了 或对别人怎么帮助别人了 你也不要期待别人的回报 是吧 第八呢 不要妒忌比你好的 那缺姐很少妒忌别人 缺姐只是配复别人 仰视别人 这就很少妒忌别人 真的是 一看比自己牛逼的是吧 我就想让人家学习 第九 所有的力量用来拯救自己 你看缺姐现在就不跟澳大利亚的女王要聊天了 别看了是吧 别听了 别唱和了 她的因果由她自己来背负 她的命运由她自己来主宰 那缺姐不再点拨她了 哪怕我知道 你这么走下去 肯定是要吃亏的 但是我也得让你自己 在痛苦中成长 在碰壁中成长 这是你自己要修的 人生的课题 对吧 那不然你缺姐在管了 缺姐不能管了 第十呢 要学会冥想啊 就要自己闭目养神 嗯 所以呢 你就 深呼吸 放松 放松 这种人格的人 是很容易焦虑的 就缺姐这种建筑师的人格 容易就是一想了就全部关注未来的世界啊 未来的这个时代 很少关注眼下 就这种人格的缺陷叫什么 他很容易忽略眼下的这些 当下的这些 他一直在 放眼未来 他在关注未来 这就是本不倒置嘛 对吧 你看看 这是这个人格缺陷 确姐在自己 在批判自己 在勉励自己 然后呢 第十一呢 就是你自己不优秀 你是进不了优秀 有人的圈子的 那确姐还在检讨自己吗 说明我不够优秀 为什么小人会选中缺姐呢 半缺姐一讲呢 因为说明你还没有优秀 但让小 这个小人对你望尘莫及啊 是望扬星探啊 就是看着你的这个车尾灯啊 只有看着你车尾灯啊 他追不上的这个程度 所以小人他想伴你一脚 如果是你优秀到那个份上 小人只能是 这个崇拜你 他不会再伴你一脚了 对吧 哎自己呢 就还是不够优秀 检讨自己啊 继续努力 加油 加油